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最丑的是交通乱象 相信这个行人一定非常的有感 被CNN认证行人地狱的台湾 交通的事故率竟然比这个 造势率还要更高 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知道 台湾怎么会被称为行人地狱呢 到底台湾的交通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的话 台湾是不是交通有解呢 我们先来看看自己的新闻 如果车辆不离让行人的话 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下午将近五点 民众带着宠物犬准备去公园遛狗 来到路口停了下来 没想到机车一辆接着一辆 短短13秒的时间 路过的五台机车完全不让 这路口就在铁道一街跟正义路的这个巷口 警方说机车已经违规 网友说这条小路车速都很快 但也有人质疑行人为何不站在斑马线上 但就算行人站在斑马线上 气机车就会让吗 民众从小港区三明路这个散灯路口 站在斑马线等着过 机车完全没停 遭到检举辞罚单 警方说这个路口2023年至今已经开罚事件 记者直击半小时 这位长者主着登山障过马路 连续三台机车呼啸而过都不让 事实上不论是五号制路口 或是有散灯路口 行人过马路弃机车都该离让 否则被检举就会被开罚 一千两百元到三千六百元 警方表示将加强巡逻取缔执法 维护行人行的安全 以前我们常说马路如虎口 现在看到那个斑马线 你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过 刚才那样子的景象真的很可怕 道一个 我觉得这种景象每天都在 台湾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 因为台湾这个用车的一个 路权的概念始终对于行人的路权 还有车子路权 大家有时候都是一直都是搞不清楚 当然也涉及到台湾的一些 交通环境的一些设定 我们就以刚刚这样子的状况 刚刚那个小港区 我们看到了 它一个小小的一个巷口 对不对 然后马路也不是很宽 可是它就有一个斑马线 小朋友过去 或者老人过去的时候 车子都不停 尤其是机车 基本上我们抓是抓继车 机车往往是一个漏网之鱼 而且请注意 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 高雄他们因为机车是 他们那边有公约区 所以机车也相对的密度也比较大 因此大家有时候在赶上班赶下班的时候 你只要没有红绿灯管制的时候 机车就当然认为说 我比较大 我比较快 我比较赶 因此就忽略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我们在交通上一些的设定上面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界定的 台湾来讲 我们刚刚才从这个 我才从泰国回来 你看泰国他们只有天桥 基本上很少看到有行人班马线 也没有行人地下道 过马路就是要过天桥 而且它长长一段也没有什么太多 让你可以穿越马路的机会 我们台湾是基本上是一个巷口 一个穿越的红绿灯 或者是一个斑马线 好像每个都有权利要 就是说你都有权利过马路 其实这也造成了一个短短的路段 往往有很多的路口要停下来 这时候台湾的交通骑士就会觉得说 我们不管开车司机 或者骑士会觉得我要赶时间 每个红绿灯我都要停下来 不是很赶吗 一旦看到可以过的时候 我当然拼命过 即便是看到黄灯的时候 我也要赶过去 更别说只是一个闪灯 或者是要你有个stop sign 停的字号 也不会去特别注意它 因此不管是刚刚我们看的小港区 或者是最近 我们还有在台湾的一些路况的时候 发现左转右转的时候 怎么好像也不理让行人 这也是涉及到 就是说我们驾驶人 对于行人的穿越马路的态度上面 我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路口一定会stop 是停下来 不管有红灯绿灯 你看在国外 不像台湾有这样高密度的红绿灯配置 台湾的台北市的红绿灯 有两千多座 台中有五千多座 我们密度最高的那什么树林一公里 居然有六座七座的红绿灯 你就知道对于这个 就简单说我们对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很重视 但是这也造成机车骑驶或行人机司机 我在过马路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也很紧张 我希望红绿灯一开的时候 我赶快冲过去 好急哦 大家双方都在争先口后 你坐行人的时候就认为 我有权过马路 我坐司机 我坐骑驶的时候 这路是我 是我可以优先通行的 我为什么要让你过 即便是有什么状况 即便是没有这个红绿灯设置 只是闪灯 我也觉得我应该优先通过 这当然却造成台湾一个现象就是 这个台湾的交通事故 小事故特别多 是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在台湾 行人跟车辆也都不互相离让 造成了许多的问题 有人也会甚至于说 这归咎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可能是交通号是设置的不好 可是呢 对于密度也很高的日本来说 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到呢 我们待会呢 就要好好地来探讨这些问题 不过为什么台湾会被称为行人地域 难道是国外的媒体只是嘴巴上随便说说的吗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告诉他们国家的人民说 如果你要到台湾来旅游的话 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交通 而且是提醒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过去几年当中呢 其实台湾的交通事故率 到底有多高啊 坤仁哥 其实是蛮高的 其实我为什么 我觉得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 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他们有根据吗 对是有根据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在台湾发生噪音的 发生最主要的事故 最主要是在营业用车跟大客车 对 那你看营业用车跟大客车的噪音 营业用车去年的 2022年的营业用车 总共发生了1.6万件 1.6万件呢 你看 为注意前车状况跟位移规定让车 你看就占了大概将近的四分之一了 不管你是开什么车 我觉得都一样 小客车也都一样 你在过弯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斑马线 有行人穿越到的时候 尽量一定要先停下来看 那我觉得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经验 我以前刚去日本的时候 我常常听到刹车 急刹车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只要行人穿越斑马线 不管是红灯绿灯 所有车都一定要停 一定要让它过 所以我常常听 怎么会有急刹车的声音 原来是行人在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相信了 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慢慢的 也会有这样礼让行人 只是礼让行人 大家都没耐心 对 你赶快过 我要赶快过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再呼吁一下 然后再来 第三个就是违反耗制管制指挥 这个就是 你该有的不能禁止 左转禁止右转 或是只能右转 只能左转 而且禁止回转 这种 通常也是都是造势的原因 那当然还有一个违反特地标志 我刚才讲过这个东西 那酒醉后驾驶失控 这个我们常常持有所闻 那去年 2022年 他也开始准备要对酒驾来重罚 那大概 大概现在一堵通过 还剩下二堵三堵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会有所改善 在酒驾失控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去年重罚的时候 2021年到2022年 因为2022年年初立法的 他2022年下半年后 就有明显的降低了 是有关于这些营业用大客车的 这些驾驶者的酒驾 酒驾的罚款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大客车 我们刚才讲大概是什么 就是公车啦 游览车啦 这种 这种一样 你看前两名还是一样 未注意前车状况跟未规定辆车 都是大概就占了四分之一了 那 还有当然就是违反特定标志的一个 一个一个禁止 这个其实跟这个大客车 这个跟营业用车大概 大概大致相同 所以我觉得这种 因为他们本身的车就太大了 太长了 没错 转弯时较多 所以这几个是他造势的主要原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客运公车事故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在全台湾到底哪些比较高 那其实也可想的 大部分其中在人口多的 是 对不对 你看 这种客运公车的话 都是新北台北 因为你到南部 好像公车很少的样子 很多人都自己开车 或者是骑机车 对不对 所以新北跟台北还是最高 你看 他在公车 我们刚才讲那个营业用车 大概1.6万件 2022年 客运公车这种大车 去年大概2700多件 所以你看 新北跟双北 还有这几个就占了快一半了 真的耶 对对对 好 那这个台中市呢 当然是第三个 然后桃园高雄台湾 大概以人口多寡来排列 所以的人口多的当然 造势事故就会多 那营业用车呢 营业车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计程车 计程车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拖车 大卡车 大小货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新北跟台北还是最多 对不对 然后桃园 那这三个以什么 我们刚才讲说有 有拖车 大小货车 但是新北台北 桃园以什么 以计程车最多 造势率最多 我们也可以理解是 因为这三个县市人口多 计程车也多 所以它的造势率就相对的多 那台中市 这边我要讲一下 台中市是2022年 死亡率事故最多的 台中啊 对 大概有两百多起 两百多起的一个 死亡事故的一个事件 可是造势率最高的是 新北跟台北 但是死亡率最高的 对 死亡 对 然后台中 台中市最主要 它除了我刚才我们刚才讲说 可能未注意车前的状态 未一革定让车 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 超速吗 没有酒驾 是哦 为什么台中 台中大概我们大概可能想 就白天就开始喝 特种行业 特种行业比较多 所以大概跟都市的一个行业比 也可能也有点关系 对 然后高雄跟台南呢 高雄台南 我们说 新北台北桃原 是以继承车的造势率最多 对不对 然后高雄跟台南 它在营业车用的造势 最多的是大小货车 跟我们说那个大卡车 那你刚才想一下 高雄我们就可以想到 为什么大卡车最多 因为工业区 对 所以它在大这种疫营之后 我们做这种大卡车会比较多 那这边我讲一下 高雄市 其实高雄市呢 它的酒驾造势率也很多 而且高雄市有一个 居全台之观的 就是它死亡率 在这个酒驾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酒驾驶 对 而且包含行人的 它撞到有关于行人的 也是最多的一个城市 天啊 对 所以我觉得 中关自己来讲 当然我们都最主要是 最主要你 不管是大 营业用车 大客车 它最主要是 为注意前车的状态 跟唯一规定让车 这两个我觉得真的势必 大家要 就是我觉得开车的人要小心 然后过马路的人 不然也有这样亲身的经验 也是要特别留意 这几种类型的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